近日,由游客租用轮椅代步车游玩上海迪士尼乐园一事引起不少网友关注 9月26号,记者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进行探访 刚入园不久,就看到有不少游客驾驶轮椅代步车穿梭在人群之中,吸引了不少目光 记者了解到,这其中还有多位患下肢行动障碍的年轻女孩 为了能和正常人一样进行游览乐园,她们坐上了这种轮椅代步车 来到这个迪士尼,如果要是没有这辆代步车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来这里游玩的 拥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快乐而且自由地在这里玩耍,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我觉得在这个游乐园,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是步行的嘛 像我这种腿脚不方便的人,用这个车的话,就是非常平稳的能在这边 就是非常舒服,非常舒适,然后也减少步行给我们带来的那些麻烦,就是疲惫啊,这些感觉 此外,记者还发现,有一些游客为了避免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 也租赁了这款轮椅代步车,穿梭在迪士尼乐园中 游客苏小姐告诉记者,她来此游玩多次,每次步行都相当吃力 此番和闺蜜来源之前,经朋友推荐于网上租赁了这款轮椅代步车 在与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客服联系并明确相关规定标准后,货运开进了园区 我这边的话,就是提前跟就是景区的工作人员的话,已经就是说了一下这个情况 就是我有一台代步车一起开过来,然后他们就直接让我进来了 就是我取好门票,就直接让我进来了 然后我就是开着这个代步车,在这个园区里面就开始逛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比我之前的话,真的是好太多了 不然的话,走一天就腿也酸了,脚也蛇了的 所以就开着它,还是就可以省下我的双脚和双腿 大家都会,那个人的车带出来玩就很方便,很实用,那个好 心里会有一点小窃喜吧,就觉得,你看我的这个东西好,大家都喜欢 好像他们不是说是产品了,就老年了,我看他们都是正常的年轻人嘛 就是在里面代步作用的,好像我们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下 哪些轮椅代步车可开进上海迪士尼乐园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园区有必须遵循的具体规定细则 主要是符合我们那个,就是说时速不满16公里 就是不管,就是说人文字不少于三个车轮的 就不管是老年人也好,商人也好,都可以做的